像这个水田虚卦 它跟前面那个宋卦是一对 不管是杂卦站、虚卦站都是同时出现的 就好像乾坤、天地一样 所以还是很有缘分的 这个倒过来就是宋卦 再倒过来 这叫宗卦 已经里面有错综、复杂卦 我们跟这个也先关联的看 能编出多少卦 这个虚上面是水 下面是天 这个字 上面是鱼 下面是儿 鱼、水 儿 孔子里面 有一个学儿篇 就是学天篇实际上 虚 就是人需要 必须 需要什么呢 人生下来 人是铁、饭是钢 最基本的需要 就是实色性 也 先有实物 你有了虚之后 它就安于享受 就不前进了 最后呢 就会呈现 争承 争承 争抢 就不亲近了 忘记初心了 人通常都有这个毛病 要不停不断的修 我们整个 这个字是倒过来的 没所谓了 反正大家也看不清 这个虚呢 它不是代表一开始 而是半路上 你会看到 因为小的时候欲望是很少 给你一个什么 你都很容易满足 我们想想儿时的回忆 你长大 再看到什么好东西 好吃的 再吃 好像不是那个味道 实际上你就攀比了 觉得什么更好 我更想要 那就不知足了 那这个过程呢 你在勇于追求 结果呢 也是好的 但是 你一定要 真 要守正 不要过度贪求 要值得 注意珍惜 才能度过 这个挂 要不然你这个挂 这一辈子是过不去的 什么都想要 初九 它刚刚开始 就像在郊外 离这个食物很远 但是妄媒之可 你坚持下去 有这个恒心信念 一定 结果是 没问题 五九二呢 看似 离这个食物 又进了一步 但是 还是 发现翻过一层山 又有一层山 还这个时候就抱怨了 那人都这个毛病 那最终呢 因为你 还会坚持 守得正 迟早 也是好 最终的结果 那么九三呢 马上就看到了 就在眼前 哎 利益出来了 那不光你看到 大家都看到 当大家都看到的时候 就去抢了 争了 那就松了嘛 甚至失 再说 那么 那么 就像盗贼来了一样 大家一窝蜂的去抢 哎 这个时候就 很多危险变数了 你要 怎么去应应 很注意 六四呢 哎 也不管了 大家 强的 真的 血肉模糊 那 怎么办呢 是咎由自取 那谁让你需要 谁让你想要呢 那有些人 那什么都不要 那九五呢 哎 你站到了 这个高位 军位 上下 已经包围着你 那你想要什么 都是什么 按于想出这个旧事 但是还是告诉你 要守着 物质资源总是有限的 你不要因为你得到了 就 但是还是告诉你 任意挥霍 放肆 那么 一刹六 你说 我这个本身就是硬 我又站高位 但是啊 总会有人陆续的 吹险三尺 惦记你这个位置 所以人的欲望是不能满足的 你不好好修正自己 什么都想要 没完没了的 无限的循环 恶性循环 很麻烦